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,关东和关西,东京与大阪,两地一直存在着地域间的竞争和对抗。 在历史文化和商业上,大阪市一直有着很强的竞争力,作为日本第二大城市,同时也是日本未来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。 近年来,大阪一直在入境旅游这一业务上发力,旅客人数恢复和增长数据都已超过东京。 在刚过去不久的日本黄金周、GW、海外旅游和日本国内游增长率排名,大阪已不到8倍的增长排名日本第一。 随着日本旅游市场的快速复苏,大阪也以餐饮、购物和大量规划项目这些亮点,成为了日本旅游市场蓬勃发展的主要受益者。 未来几年中将有一系列重要事件为其提供增长催化剂,为大阪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增长动力。 日本政府今年已批准大阪开设以赌场为中心的I综合度假区提交的建设计划,由首相岸田文雄亲自担任推进总部的总部长。 大阪力争I项目在2029年秋冬开业,此时集合赌场、购物、餐饮、酒店、会议中心、博物馆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度假区。 这是日本政府推动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,将带动建筑业、餐饮业、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。 大阪携手美国博彩巨头美高梅集团,投资1万亿日币,并承担延伸至梦岛的200亿日元的地铁建造费。 项目建成之后,大阪将超过澳门成为全亚洲最大的赌场,将有大量的游客和商务人士来到大阪,预计将每年多吸引2500万以上的游客。 大阪也将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地区,有助于提升关系地区及日本的形象,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和人才。 赌场经济在国外一直得到政府和实业界的重视,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。 全球最大赌场澳门10年房价涨幅就近15倍,澳门面积仅为29.5平方公里,人口60多万。 但这座小城的活力却因博彩业的蓬勃而光芒四射,这里的博彩收入远超拉斯维加斯达到15.7亿元。 伴随着博彩业水涨船高的是澳门本地的GDP如火箭般的增长速度,近10年来同样一起疯狂上涨的还有房价,累计涨幅达到了惊人的15倍。 文明世界的超级赌城拉斯维加斯,这座超现代化的大赌城,平均每年接待世界各地的赌客达2000万人次,近几年旅游人数每年上涨幅度达到7.7%,随之而来的是庞大的住宿需求。 在过去4-5年间拉斯维加斯的房价连续上涨,尤其是2019年至2022年,连续三年房价上涨超过10%,居全美第二。 摩纳哥因为高度发达的旅游业和博彩业,每年都要吸引数以万计的人前去游玩,让摩纳哥的经济收入常年保持高水平。 这里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贫民窟的国家,其房价已经连续第9年排名世界第一,为每平方32万人民币。 大阪关西世博会将于2025年4月13日盛大开幕,预计将有1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。 参观人数将超过2000万人次,会产生约2万亿日元经济波及效应。 世博会一直被誉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引擎,这是大阪第二次举办世界博览会。 大阪如今的日本第二城关西经济带中心的形成,也要归功于1970年时曾举办过世博会。 如今再一次举办必将成为未来日本最振奋人心的经济新增长点。 世博会被誉为经济增长新引擎,在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,形成新消费热点,促进经贸发展等方面,有着无与伦比的推进力。 2015年意大利米兰举办了世博会,这不仅促进了米兰的城市建设,直接或间接创造60多万个相关行业的就业岗位。 专家统计2015年到2020年,世博会为意大利带来236亿欧元经济增量。 近年来米兰的房价也大幅上涨,从2015世博会至今,米兰有的街区涨幅超过49%,近5年以来米兰的购房需求也每年增长28%。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对世博经济最好的诠释,世博会为上海带来的产出影响为794.77亿元人民币,增量消费为468.64亿元,新增7308万人次的游客来访。 上海是2008年到2017年商品住宅均价,以世博会成功举办为分界点,上海房价在2010年后涨幅连年大幅度攀升。 2025年将迎来关西世博会的大阪,还有全日本第一个有赌场设施的综合休闲度假村开幕。 在不远的将来,赌场、旅游、房地产将成为拉动大阪乃至日本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。 可以说大阪的格局正在大升级,投资正当时,那下面介绍几个我们在大阪具有代表性的开发项目。 位于大阪中央区的道顿窟公馆,位于大阪浪宿区的新斋首府, 位于大阪浪宿区的日本乔莫野,位于大阪中央区的日本乔莫野二期。 现在起到带头作用的赌场目前还在雏形期,加上后世博会效应还未显现, 尚未对房价构成太多的影响,也预示着这或许又是一个新的投资起点。 那现在不妨可以开始关注大阪的不动产,把握投资收益的主动权莫让犹豫徒增成本。